新型冠状病毒引起,从中国延烧至全球25国的武汉肺炎,终于有了国际通用的正式名称。 世界卫生组织11日宣布,将这种已经造成4万多人感染,1000多人死亡的病毒定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,COVID-19。 世卫组织,WHO,总当事谈德赛,Dedros Adhanam Abrazos,11日在日内吧,Geneva,说明,COVID-19的CO代表冠状,Corona,VI代表病毒,Virus,D代表疾病,Disease,19代表爆发年份2019。 台湾方面,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2日表示,我方的法定传染病名称仍然。